新冰北工程處陳永傑副處長致辭 第一線方面交流道的起點 目前的通車日段大概是3點多公里 所以我們目前後續努力執行 彰化人工程目前比較簡單 台76線延伸線 從府沿到街道廣西的 台61線方面的交流道 整個總計畫的經費高達 在彰化線經費高達195億元左右 整個案子分飼料工程來做施工 第一標請大家拜一個早餐 我們祝好大家可以鴻兔大展 我們的生活可以平安 身體健康 工作可以順利 我們社民辦公園目前 在我們彰化地區的工作 大概就是我們做台76線 後續的延伸線就是為我們保養 跟我們縫望望景這個所在台61線 我們整個路程的理程大概是20公里左右 我們在中華的這個價位的錢 經費大概有 195.5億左右 所以我們的價位的時間是 195.7年至185.5年 這個價位總共是分四標來的 我們很高興 我們第一標其實在七個 去年八個到九個 已經完工也通車 二標到三標 已經時間進度也都很正常 我們四標 我們知道我們去年 我們因為疫情的關係 所以我們一些預算都有條款 所以我們客戶在很困難 所以在幾年 我們順利法寶也開工 所以我們整個價位 可以在順利 可以在185年 可以完工通車 我相信完工通車以後 這個台61線 可以串連 國道1號到國道3號 其實對我們中華的交通 有很大的便利方便性 分四標 我現在對方說 為我們保險 翁塞行 我們保險這標就是第四標 還有翁塞就是第三標 我們第四標跟第三標 都採用高級的方式在建設 很好的就是我們高級的 下也有平民道路 所以這個高級跟平民道路 有重點有10公里 我們翁塞平就是三標跟四標 那三標跟四標目前會設計 其實四天就是全民的平民道路 但是平民道路 提供快速道路 以外在旁邊也有所謂 我們的萬車道 我們一般民眾 譬如說農民的通行 所以總結是20公里 大概就是 七十六線就是未來 其實我們現在就是 已經通車的路段 就是到六十一線 這個方法交流到這個 已經有銜接 所以未來 可以六十一線 塞平 可以透過七十六線 經過國道1號到國道3號 已經是一個完善的交通建設 其實我們經過的地方 其實我們目前的路空 其實都比較小條路 所以時間過程中 可能有一些交通維持要去注意 所以這邊要提示 我們鄉親 我們造型的比較不方便的地方 請包含 但是也要遵守 我們的交通維持的措施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行得安全 時間過程 可以保護大家的平安 目前我們比較大條路 比如說是148線 或是我們現在 園林大牌的這個 平民道路的144線 其實都還沒開始有當中 所以目前 既就是今年的 春節期間的交通狀況 應該是農得很好的 請大家